邮政局员工会不满邮政局聘请外判公司 取代公务员合约邮差处理邮件快递等工作 担心造成邮件安全问题 呼吁邮政局员工安装工作 公会指邮局以上年度亏损3亿5千万为邮 上个月初起,以合约工人取代部分公务员邮差 收取街上邮件服务 邮聘请大约30个退休邮差 以时身形式派遞邮件 和聘用外判公司取代空邮中心服务 处理特发专提服务的邮件 公会担心构成保安风险 批评邮政局聘用廉价劳工 取代原本公务员纲位 又质疑退休邮差体力未能够应付工作 不满当局事前没有咨询各公会的意见 建议会员安装工作 包括邮差每日送帝重18公斤的邮袋 华会员可以量力而为处理邮件 好 好 谢谢大家